我把手教你施滑中周飞内神 哪怕你是零基础的新手 看完也能百分百的学会 先看内游目录把它分为四个核心点 我们先从基础的技能和平A节奏开始 来看第一条 我们需要飞到终点再进行下一次换位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因为近的大招换位是有一个机制的 现在看我们在大招的这朵花的尖尖 换位到另一边 我们依旧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们换位之后的位置 跟中线的距离都是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飞到终点 就按下一次换位的话 那就会出现越飞越近的情况 就跟被黏住了一样 根本就飞不起来 你可以理解为下一次换位 不要点这么快 这是第一条的意思 第二跟第三条是连在一起的 第二条说的是放技能和平A的时机 半个大招说的是你跟目标之间的距离 满足了这个条件 就可以引发出第三条 来看现在我在大招的边缘 目标就在中间 我现在跟他的距离就是半个大招 所以就引发了第三点 我换位之后可以立马放平A或者技能 然后就可以发现 我的大招换位立马就解锁了 这样我飞过去终点之后 就可以立马换位回来了 而且不管是技能还是平A 都是换位之后就可以立马点了 只要你跟他距离半个大招 最后把三点结合在一起 飞到终点之后立马换位 就可以飞一个很流畅的来回了 但是有个问题 我飞过去是用平A解锁了 但是我飞回来之后再点平A 为什么又解锁不了了呢 原理就不多说了 只需要记住解决方法 那就是不要用相同的方法来解锁换位 我飞过去是点平A的 飞回来还是点平A 那这个就是相同的方法 相同方法解锁不了换位 但如果换另一种方式呢 我飞过去是点平A的 那我飞回来就点二技能 你看换位是不是解锁了 还有更多的组合 但只要你是不同方法都可以 掌握以上支持点之后 你就会用3A32来飞了 但是有个问题 二技能飞了几下之后 它就会一直冷却 我又不能连续用两下平A 那连招不就断了吗 这时候还亮着的一技能就派上用场了 不能连续3A3A 那我就3A31呗 一技能的释放方式有两种 第一种比较简单 当我正常3A32的飞 没有二技能了 也不能连续用第二个平A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一技能往中间放 刚刚好可以刷新技能 那我们就再用一次一技能 回到大招的边缘 继续3A32的飞 这个方法的一技能可以放得稍微万点 所以会稍微简单一点 但连招的整体看起来停顿感较强 不够施滑 那就要用到一技能的第二种释放方式了 前面一样的都是3A32的飞 不同的是你的一技能 你需要换位之后 立马用一技能选定中间的方向 然后跟目标差不多重叠的时候 你再放出去 这样一技能的末端就可以命中目标了 一技能放完之后往前走 整体看起来会更湿滑 往前走几步 要拉开半个大招的距离 然后继续飞 后续的连招就是3A32 3A31 一技能慢了会打不中或者飞出大招 如果放太快了 你就要走很远的路 来不及拉开半个大招的距离 为什么强调一技能之后 要拉开半个大招的距离呢 一是为了等毒条 二是因为分身的平也有延迟 例如这里的演示 我头上毒条已经没了 但是我拉开的距离不够 所以导致我这一次没有刷新出技能 为了保证连招不断 所以才要你拉开距离 给大家做一个小总结 更详细的演示 例如手术慢 如何湿滑的放出一技能这种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讲 我会创造一个中轴飞雷神合计 大家可以先收藏 合计里面会逐步更新技巧 大家敬请期待 如果你想要更多更详细的飞雷神教学 可以看一下左下角 不管是飞雷神技巧 还是实战实录 应有尽有 哪怕你是零技术的新手 也能跟着学到小国标 下期教你练习步骤 手术再慢也能学会